又有漲價消息要告訴 個人朋友在新竹城隍廟商圈 附近的小吃店 五月起通通調整五塊錢 炒米粉飄出淡淡熱氣 被老闆豪爽地夾進碗裡 讓人看著口水直流 肥滋滋的控肉飯配上滷蛋 更是使人欲罷不能 平民美食吸引許多遊客 來到新竹城隍廟商圈 只是現在卻傳出 小吃店將要同時漲價 店家大喊不得已 因為近期物價全面性飆漲 讓他們真的快撐不下去 庙口管委會最近公告 經過店家開會討論 庙內二十多攤小吃 從五月起會全面調漲五元 然而整個商圈聯合漲價 也讓民眾產生壟斷疑慮 我們差不多六年沒調啦 豬肉漲價 電漲價 公司漲價 可能撐不住啦 官委會說今年原物料漲得實在太兇 而店價也越來越請不到人 只得多付一點薪水 才能夠找到員工幫忙 讓他們不得不調整價格 希望民眾能夠體諒 原材料買回來的時候也會漲價 我覺得如果你吃的話 就是客人來吃要漲價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如果那種小菜類的 每個都調漲的話 就是有時候全部點在一起 就會變滿貴的 比較特定的品項 去做調整我覺得是比較OK 對於美食將要漲價 客人們雖然無奈 但也只能接受 未來如果想要再享受 這樣的好味道 可得多掏點錢 記者張宇軒 炎日榮 新竹報導